藝人前小豪和郭秀雲的兒子龐景峰 涉嫌在今年4月無牌駕駛 早前承認了一項無牌駕駛罪 以及一項沒有第三者保險而使用車輛罪的他 這日就被判停牌一年 以及60小時社會服務令 我選了去做社會服務令 因為當時初月初的時候 我想很多人都有個誤會 我免得說其他人的壞事 很多人都有個誤會 我要做些甚麼 因為那些人都說 為何我沒有大律師 因為我知道我的罪是怎樣 都是自己做錯 我都應該是 拿著美國車牌和護照 駕駛不是一個藉口 成為一個公眾人物 我覺得都是服務社會 幫助香港市民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當時都決定做社會服務令 都是好過交罰款 現在因為不交罰款 我就判了60小時 我已經在考驗路士和護照 都已經在考驗路士和護照 都在等待他拿回新鞋 剛好是路駕駛這些 明顯我沒有罪走駕駛 還有沒有做犯法 撞車等其他事 現在當作是一個教訓 問到發生這件事後 有沒有跟爸爸前小豪商討決定 他就說跟爸爸很少聯絡 其實很少跟我爸爸聊天 但不知為何大家不會 當然是會跟他 他都會知道 但我那時候沒有想說 告訴他這件事 因為 媽媽有沒有說非常擔心 你們有沒有說在家 被針對這件事 怎樣做 我們是有談的 但真的當作是一個教訓 他都說你沒有收過 你沒有 家人的意見 跟我都能發得一樣 就是幫社會好過被罰款